李铁就是个害群之马 谁沾上谁倒下 前面是男主 现在是武汉长江 好久没有说起李铁了 我是希望从此以后 再也不要提到这两个字 可是不提不行啊 这个家伙真的是一个害群之马 国家男主足球队 因为跟他发生了关系 最后12强赛就打得一塌糊涂 打成了历史上成绩最差 李铁何德何能 竟然就坐在了主教练的位置上 倒兵遣将出自私心 以及了一大批的规划球员 一手好牌啊 又是不肯让他们一起手发 最后惨不忍睹 大家怒火中烧 可是咱们都是球迷啊 你能够有什么办法 只能是急在心里郁闷异常 最多最多就是说几句话 骂一骂呀 对于这种人来说 骂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啊 你看这个李铁 自从下课以后 我们都不想提他 可是他现在又要充当主角 怎么充当主角 因为他沾上了武汉长江 我说过的 这个家伙 谁沾上谁倒下 现在看来武汉长江 就是摇摇欲坠 离倒下也不远啦 李铁怎么跟武汉长江有关系 这个事情说来话长 他在担任国家男主主教练之前 是武汉长江的主教练 合同里面规定的年薪真的不低啊 年薪多少 三千万啊 一支球队光一个主教练是不够的 那么主教练还要组成一个教练组 教练组的成员三百万年薪起步啊 后来主席一支调令 让李铁担任国家男主主教练 开出来的年薪是八百万 李铁还嫌不够 他规定武汉长江曾经承诺的三千万年薪 也必须同时发给他 意思是主席要发给他八百万的年薪 武汉长江还得给他发三千万的年薪啊 这种做法绝对放不到桌面上 所以起先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 都是偷偷摸摸干的呀 李铁不再担任武汉长江足球队的主教练的时候 他的身份已经变成了国家男主的主教练 武汉长江付三千万年薪 当然是不乐意了 你人都不在其位 凌什么领取三千万的年薪 各位球迷朋友 三千万年薪就是每个月的月薪 两百五十万啊 这个二百五啊 这个二百五十万谁都不要一付 谁付就是二百五 特别是今年以来 中超的各自球队都很困难啊 有的球队工资都发不起呢 主协一致命令 谁欠薪就处罚谁 其中武汉长江也是欠薪的球队之一 但是我觉得武汉长江对球员是很好的 所有球员的欠薪按照主协的要求 已经解决掉了 没有解决的部分 那就是离铁的三千万 可能还要加上教练组的其他成员工资 两千万 武汉长江总共欠薪五千万 武汉长江总共欠薪五千万 欠的就是离铁他们的这几个人啊 这几个人要本事没本事 要文化没文化 要情商没情商 一个一个鱼墨疙瘩 凭什么给你五千万 哪里知道离铁的脸皮真的是厚啊 居然是一致素壮告到了竹协 竹协那里他有老熟人老关系啊 处罚的决定就来了 针对的就是武汉长江 第一次武汉长江也挺硬气啊 你要处罚我就不再上场 不陪你玩了 这个合同显示公平 武汉长江这样做解气应该必须的呀 不然的话武汉长江的管理者 个个都变成二百五了 谁也不愿意睁开眼睛 把尿煞在自己的裤缸里啊 离铁啊 这个家伙脸皮厚干得粗 得有下限啊 武汉长江在自身经济都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给队员们解决了工资问题 离铁的这个工资拿的不合理 我认为坚决不应该给 连薪三千万本来就不值 合同本来就是不平等 我觉得索性把这个合同情况放到桌面上 让全体的球迷来评评理 历史的情况可能还有 应该彻底的查一查 跟尔巴金的来一次彻底清理 球迷朋友 你觉得离铁应该去拿这个三千万吗 这个三千万 对于武汉长江来说 是救命的钱 为了这么一个离铁 难道又要让一支中超的球队 轰然倒下吗 欢迎您点赞留言 我们好好地讨论一下这个事情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